Biofac 화�統 Hi,大家好,我是傑森 今天要來介紹本屆最大隻的遊擊炮 nächste週韋紅 姓名-周韋紅 身高175公分 體重70公斤 出生日期2002年11月17日 18歲 投打习惯右投左打 一手背位置有几手 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喜欢打棒球 国小就读中港国小 后来转到东元国小 在2014年金融杯以6成的打击率 拿下打击奖第二名 可惜在四翔赛遇上由李浩宇带领的龟山国小而落败 在第五届巨人杯以6成92的打击率 拿下打击奖第一名 不过在冠军赛输给了中校国小 在104年谢国陈碑以两胜拿下投手奖 也帮助台北市拿到冠军 前进第69届世界少年棒球级表赛 在对上加拿大的比赛上 集出单场双响炮的成绩 下一场对上乌干达担任先发投手 主投六局狂飙14K 最终以5比0获胜 独死疯狂的二刀流表现 也让大家期待他以后的表现 国中升上重庆国中 高中加入青棒成全古堡贾赏 高一就在旅棒联赛大杀四方 因此高一下升上木棒组 不过来到木棒组的周伟红面临许多考验 除了要和国手学长们竞争外 所面对到的投手等级也不同 周伟红在这段时间内遇到了不少的挫折 打击成绩不振 守备15连连等 但适应能力强的他 在高二和高三这两年进步成数 成为正宗固定第三棒的人选 在高二黑豹期和109学年度高中木棒联赛 都拿下最佳识人 在东岸联盟跟阳明三杯都拿下打击奖 高三这年长大能力也有所成长 开始有把球挤出场外的能力 讲完他的生涯 现在来讲他的打击类型 周伟红打击十分全面 打击技巧纯熟 尤其相当擅长打低角度的球 打击面也相当广角 能够把球挤到球场的各个角落 因此守备方也不好扶正 在打击区上也有很好的缠斗能力 在打击 唯一值得诟病的就是出棒过于积极 面对刁钻的球 有时也会仓促的挥棒 另外身材不突出或许会影响未来的发展 但周伟红并非那么完美 缺点还是有的 不只运动能力普通 防守能力也糟糕些 虽然在青棒赛可以守中线 不过在处理滚地球的步伐 并不是很稳定 在前面的片段也有看到 在处理球也经常有瑕疵出现 手背范围以中线选手来说也小了些 因此进入中纸后手背方面或许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结束弹地球时代的中纸 对手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不好的手背能力 可能会影响他的顺位 我给他的模板是王正堂 包括挥棒轨迹 集球形态和身材等 两人都是打击技巧相当好的选手 身材不突出 但挥棒爆发力强 因此能集出不少的长打 最后希望他能够有好的顺位 然后把手背练好 在中纸的舞台上大放一彩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在高中的表现 而且这个球要一路滚到球内打墙边 看起来造成的伤害还蛮大 直接来到后面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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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的眼泪就要躲出眼眶 抬起头不让他留下 这是我们的倔强 后面放下 哦 弄掉了 没有 人生命不上漫长 能有几次的疯狂 唯有是旋律的理想 又来给套留怎样 青春不过一眨眼 那时间终长 要去感觉的地方 正不夯多的渴望 我要开始全世界 我们有多长 这边 双杀的机会结果没有接到哦 二蕾这里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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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相信著 相信失敗只是累積 因為成功需要練習 早前的鏡子裡 慢慢調整呼吸 這一次一定全移 主角版男生生意 整個舞台又跳球 今天的我們沒有極限 勇敢的移上所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喜歡 想看更多可以按訂閱喔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我頻道的最新通知 我們下次見 掰掰